還有我要再問一下艾志佛 你有個蠻特別 你會看新聞買股票 因為我們常常教別人 不要隨便看新聞買股票 你剛好反過來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說過 現在新聞還能夠相信是不是 當然可以 哇塞 我聽了覺得好振奮 你每次記者也常被罵 說分析者 記者也常被罵 我一定要聽記者講一句公道話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德國股神 這個柯專尼說過 他說他發現股票都是在什麼 報章的治理行間 治理行間 不是要你看標題 因為我們現在記者被罵都是標題 標題跟內文有點對不太起來 但是其實很多的這個內文 其實是很棒的 我認為新聞其實有些參考價值 第一個在所謂的產業新聞上面 比如說剛剛兩位特別來賓 都談到所謂的這5G對不對 5G其實現在常常在報這5G的產業 5G產業當中 其實就會導出很多很多未來的機會 比如說我5G這個頻率高嘛 所以熱嘛 所以要散熱嘛對不對 我5G要快嘛 所以我可能硬體的部分也要有 那你怎麼去分辨 所謂最大最怕出貨文對不對 利多然後突然股票反而是下跌 這非常簡單 這就是我們用這個一般的智慧就可以判斷 正常人都可以判斷 你這樣子罵到了好多人 除非你不正常 好 我舉個例子 剛剛我們談到5G 請問5G現在大家人手一支了嗎 沒有 沒有人有我沒有 我相信各位來賓都沒有 是不是代表了 他還沒有到被出貨的階段 是不是 因為他還沒有發生 好 我們這個做一個專業的說法 叫做計程事實 什麼叫計程事實 就是這個新聞一旦爆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發生過了 那代表這個利多已經實現了 好 我剛才談到像這5G 就是不叫做計程事實 因為他還沒有發生 好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但也不是任何新聞 因為有些幻想文 根本永遠都不會發生的 對 那有些文一聽 你就知道那個有問題 好 所以我通常我覺得都要 像這個客族人都說了 那個 你看到這個新聞 不是要你立刻使用耶 對 你要先把它收起來 現在網友在問 缺程說時間點呢 看了新聞時間點怎麼抓 你要先把它收起來 第一個你要花一點點時間 去看看這個新聞是不是有問題的 假新聞 那如果他不是假新聞 他也不建立即會發射 為什麼 因為新聞一曝光之後 大家都注意他了 所以他需要一點時間 等到大家人都開始忘了他之後 在特定的時間 比如說法人開始 在買這樣的一個族群的時候 你就跟著進場 對 好 這個要利用新聞的一個 好的時間點 所以新聞簡報要剪下來 再看一下法人動態 是 是 是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當天的新聞你一定會聳動 然後一定會受不了 當天就想買嘛 如果你看上個月的新聞 你會衝動嗎 不會 你就不衝動了嘛 你就很客觀的去看 這個新聞到底好還是不好 如果上個月 有一間公司說 你說創新高 就這個月已經跌了兩成了 你就說這新聞 一定是爛新聞嘛 那如果上個月 你說創新高 到現在還在漲 這個新聞 雖然是過去的喔 你要認真的把它看兩遍啦 所以過去的新聞 比較有用啦 OK 所以盡量看過去資料庫查詢對不對 所以他要截圖嘛 他把好的新聞都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他有些新聞要注意 這種做功課方式蠻好的 對 像我第一個 我不太喜歡看那個三大法人 他們的這個 說什麼股票好什麼股票不好 因為其實如果 真的瞭解這些人 你會發現 他們這個講好的公司 如果他自己都想要買 他怎麼告訴大家很好 是喔 不太可能 法人報告不是要讀嗎 他每天在家裡就讀法人報告 法人 法人有給內部 有給外部的啊 法人有分兩篇喔 對啊 因此外部 對啊 他外面給看是假的喔 不能說假 就是他的訊息落後了 對 自己先買了 然後才可以閃圖 如果都覺得好 當然是自己先買 所以閃貨看到已經第幾首了 N首啦 N首 那研究機構的報告可以看嗎 我比較在 法人這種我都不太看 研究機構的部分 我覺得啦 只要是你看到 別人也看到的這種 我認為都沒有太 分析師講的可以看嗎 也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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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一講 哇塞 你沒有朋友是不是 我只是告訴大家 怎麼去區分這個新聞而已 對 因為為什麼說分析師介紹不要看 因為分析師當然他也有他的這個 他的目的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分析師其實他 比如說如果我真的要帶會員 買在D檔 沒有看他是網紅達人 他不是分析師 對 我不是說他 我不是說他 而且分析師他有可能他只做很短 他告訴你這個很好 結果他 你今天跳進去他今天就賣出來了 對 可是他可能兩天你就買進去 對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也不要看 所以他講的重點就是一個 你要愛 不是不只要愛致富 要愛思考 要思考 然後思考這個新聞或報告 提供你什麼樣的內容 而不是他叫你買就買 叫你賣就買 要愛追蹤 對 思考真的很重要 你聽了就馬上這個不思考就買 這個下場就是嘻嘻嘻 沒錯 照你們剛剛分析這個新法 接下來有什麼可以關注的股票 一直有人在問 阿信你覺得 好 那個 今天幫大家介紹兩檔股票 原本 我這樣講原本其實蠻可惜的 早上原本要介紹兩檔股票 對啊來不及了 真的 那個主持人可以幫我證明一下 有這個資料上個禮拜就出來了 對 然後結果童年今天 漲了不知道 剛剛收盤應該有漲了 7%多吧 盤中差點漲停 所以呢 還是先幫大家來介紹 所以建議我們應該 禮拜五再加開一場 對 沒有就是禮拜五要開直播這樣子 對 這樣六日籌個錢就蠻好進 也不用 你不用要籌錢 好 所以大家先看到這檔股票叫豐胎 我們這樣 先跟大家講 你在看一間公司的時候 你起碼要留到 這間公司它做什麼產品 豐胎你不知道 你沒有關係 但是你起碼要知道 叫Nike 沒有人會不知道Nike 對不對 那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新聞可不可以看 一定要看 我這樣跟大家講 新聞是一定要看 像之前有個新聞有講出來說 Nike的猜測優於預期 那豐胎它是供貨給Nike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從整個上游 這樣去一路推敲 下游最後它產品出貨給Nike 那我們可以看到 豐胎它就是幫Nike做代工 那你看喔 照我們剛剛講的 大家也看到 看到這邊 從這個高點這樣一路下來 是不是一個 好像一個下降趨勢線的感覺 最近股價是不是 已經突破這條下降趨勢線了 像這種情況就是 心態轉強 心態轉強股票 就是我們比較可以留意的 那同時間他跟我們講到 就是要看新聞看產業 那當然這個東西 對於觀眾朋友來說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點難 沒關係 但是我們只要知道 Nike的財報變好的話 它供應商應該是不會 爛到哪去 心態變好 財報也變好 對我們可以這樣去思考 那另外一檔 大家說這檔好貴 200多塊 所以說還幫大家準備了另外一檔股票 原本是同心電 現在變成神機 我們希望它以後 也可以出現神機 好 我這樣講 這間公司做 它的產品是做搶固型電 同心電不要了 同心電應該說它漲上去了 那大家要去追嗎 也不太對 就等要等回來 它的產品還是蠻有趣的 這樣有良心 這樣有良心 在直播中出貨這樣好像不太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神 這家公司做搶固型電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只要知道它出貨出給誰 美國國防部 它出給美國國防部 然後它的產品 它是一種利基型產品 什麼叫利基型產品 就是所謂的 它是少量多樣 然後有類似客製化那種感覺 那像這種東西 又符合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產品它有本身的利基點在 所以像這種股票 第一個 產業它是沒有問題 好再來我們 大家去注意到 這邊教大家觀察一個技術分析的方法 看喔 在這條橘色的線 股價是不是到這邊 它是跌 碰到跌破這條線 是不是就反彈上來 這條六十日線 季線的部分 然後股價等到最近 我發現 又再一次的 回到了季線這邊 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我們這樣講 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一定要選像這種 碰到均線是沒有跌破 就反彈上來 這種代表說下方是有支撐 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盡量要選這種股票 我剛剛講 從剛剛教大家 非常多的方法 四個方法 上漲角度 我下一個角度 回檔不會跌破起漲點 很多方法 那我們看到再教大家一個就是 股價碰到均線 它是有支撐的 像這種股票 就是我們比較可以 值得留意的股票 直播不是看一遍 多看幾遍 真的 看到賺到 艾斯福要推薦什麼 OK好 因為我是學法律人 所以推薦股票 一定要一次 同族群推薦好幾檔 OKOK 我剛剛談到的這個五句 你這樣說他們都觸罰對不對 我們談到5G跟車載 我剛剛其實談過 我覺得這個題材很重要 那5G我要想跟大家談 不管在5G的記憶台也好 手機也好 我認為它的原物料非常重要 就是什麼東西以前4G用 但5G不用 接下來5G要用 4G不用的 那它還有一個過渡期 比如說我們談到這個4G手機 它很重要的東西叫深化家 它在接下來的5G的過渡期 它要用到 其實到5G的高頻時段 它用不到 這時候要什麼 需要所謂叫做淡化 什麼 叫淡化加 淡化加 G-A-N 不好意思 好 再來一個東西其實比較少人談 叫做什麼 碳化系 這個是現在 你看投資還可以學這麼多 沒有錯 這就是現在所謂的高階車載 現在要用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原物料了 對 好 那在這樣的其實這兩個東西 其實我們台灣有好幾家公司重疊 包含什麼 包含漢壘 包含佳金 穩帽 全新電 這些公司其實同時跨了這個淡化加跟碳化系 這兩個東西 好 但是一個家公司叫環球晶 對 它比較偏所謂的這個碳化系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把它弄清楚的地方 一次這麼多檔 對 但如果你問我啦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個淡化加比重比較高 你可以多注意一點 GLA高一點 對 像比如說像這個漢壘 好漢壘 我覺得就這樣的一個比重稍微高一點就還不錯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看到5G當中 現在未來這個技術很重要 封測很重要 所以剛剛其實這個阿信有談到同心電 對 很多人都知道都想說同心電做3D感之類的 對 但有一個東西它是國劇集團的一個封測廠 對 包含什麼 包含這個鴻海集團的訊星 對 晶圓電 日月光投控 國劇集團的同心電 這些都是一個很棒的封測廠 最近其實這些股價都慢慢的在漲起來 不要再講同心電 不要再講同心電 沒有 我覺得只是要幫阿信再講一下 過去的就過去了 對 郭董說該放下就放下 他剛剛談的這個雖然今天漲了起來 但是整個一個封測廠 我認為 他還是看好 對還是長線的都看好 OK 長線的角度來看 是是是 好 這個阿思平幫大家再講一下 從籌碼上來看怎麼看 對 幫大家補充一下 就前面那兩檔 就是說 絕對他們也不建議大家追高 而且建議大家 跌破均線一定要停損 對 避免他們之後又被罵 對不對 他們都有講 幫他補充 很多東西買了怎麼樣 明明他們兩個都做短線 他把他當存股達人 你知道嗎 輸錢 有人把你們當存股達人 輸錢就變存股達人 對不對 他們輸錢都當存股 為什麼呢 你看到最近的賞 真的要不斷的提醒 為什麼 你們看到這是大凡的融資預額 哇 上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融資都是明顯增加的 上禮拜三四五 大家心臟真的很強 中北談判有和平談判嗎 也沒有啊 金字數據有很好嗎 也沒有啊 沒有任何利多 但是你看莫名其妙 散戶變樂觀了 對啊 所以通常大家樂觀的時候 不好意思我通常就喜歡當烏鴉 因為我如果不當烏鴉 大概一個月後 我的部落 有很多人跑來買 說阿哥 而且他們套勞 通常不是套勞10% 20% 套勞40%才來問你啊 對不對 100塊5%跌到50塊 他才來問你 就類似這樣 所以我們要提前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榮眷空單認輸 我們說空投不死怎麼樣 多投不止 所以空投看起來要掛要掛了 多投信心非常真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為什麼台股這麼強 散戶回來啦 廠內的都用融資狂買 廠外的就用基金狂買 當然不是不能買 這就是有點壓力跟危險的 所以強的就會很強 比如說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阿哥講那麼多次 不要再罵他了 他被罵到已經穿西裝來上節目了 所以這三年最後一種人會罵我 做空會罵我 反正做空的少啦 被告不關我的事 我要替多投人多想想 最論的股票是像4968的利基 去美化的龍頭 受惠最多的 他融資也增加 但是股價都在月限以上 OK 那這種股票你抱著 都是賺錢的 但是呢 好像8028的生養科 股價往下 就融資也在往上 融資是套牢的 就是你喔 對不對就是你喔 不要通常向你賣喔 不要跌到這裡才這樣 他講過不要再罵他了 我幫你再不想念 生養科有的話趕快賣喔 不要空喔 空了被蓋也不要怪我 對不對 我是說我們都替多投的人 早想一下 目前怎麼樣 風險還是要擺在第一 看起來很好賺的時候 風險都特別高 所以你覺得現在要減碼嗎 我都會減碼 對 除了你是短線高 首先隔壁兩位 每天看八個小時以上的報告 而且看不對 馬上就出 那不是像這樣 我看半個小時的直播 我剛才看到同心店 明天就去追了 這樣保分 百分之百會輸的啦 OKOK 他把那個壓力甩給你們兩位 短靜短路的罵他了 不要再罵我 他要補充 現在可能要降西風 現在勝率應該會降低吧 怎麼辦 補充啊 趕快救一下自己啊 我這樣講 散戶就是剛剛阿哥講的 漲一趴沒感覺 漲兩趴覺得說還好 漲三趴的時候 你會心癢癢 漲四趴的時候 你也什麼都忘記了 什麼叫漲四趴什麼都忘記 就是趕快去追 李治憲斷線 李治憲斷掉 不要說李治憲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忘記了 真的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講就是說 大家買股票要記得 買在轉折點 這非常重要 什麼叫買在轉折點 大家再記得一個東西就好 五日均線非常重要 什麼叫五日均線非常重要呢 五日均線如果原本是下跌 你看到當股票 五日均線是下彎的 而且股價在五日均線之下的話 你就不要跑進去買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股價會跌到哪裡 但什麼叫轉折點 當五日均線 從斜率往下的 對 變成往上的 這個就叫轉折點 現在這種股票多嗎 像這種股票很多 很多 很多 我這樣講 你要先用 那是要快跑吧 你要先用形態來採選 是大方向對 再用小方向的去找轉折點 這樣子的話 你的操作勝率就可以增加很多 要救一下自己嗎 好啊 沒時間了啦 下次祝大家再見 收看操作勝率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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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